她是也在寫電影劇本嗎 我知道 而且是 瞞著妳在寫嗎 沒有 她有跟我分享劇本 很陰暗 那也不算詭辯是 會讓妳看得很害怕 可是她卻不是鬼的害怕 是妳人生中最恐懼的一些事情 像妳 像她以前畫過的一些插圖 那種恐怖的感覺 就比如說世界末日 全部人都死了 妳幹嘛把我的劇本講出來 就是諸如此 就是這一類的恐懼 OK 所以妳看了以後就覺得 會期待它變成電影嗎 我就覺得它就是 有可能是第二個《實力分晶》 恐怖片 對 所以妳有在 妳也想要把它製作出來嗎 其實我本來只是想說 它就是一個小小的東西 它沒有可能變成劇本或者什麼的 可是有一次我跟 蘇照兵導演和戴力人 兩位導演在聊天 然後他們就說 欸 那個 妳自己有沒有寫點東西 我就說有 他們就說說來聽聽看啊 然後我就說了我寫的劇本 然後他們兩個就對看 然後就看著我說 然後一個晚上就一直跟我說拍拍拍 然後我就說拍什麼拍 我不會拍 我怎麼拍 他就說我幫你拍 我幫你當製片 我幫你當什麼的 輔導什麼的 就一直叫我拍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也許真的有可能可以拍得了 所以資金他們也會 要負責抽嗎 資金我想可能先進去 因為他身份夠柔軟 應該可以抽到很多資金 好到時候在找我 要自我毆打